你好,欢迎来到AI学长的频道,我是小林 最近有很多小伙伴给我反映说自己的OpenAI API到期以后 没有办法充值,导致就没有办法继续使用API接口了 的确呢,OpenAI的API接口充值很麻烦 微sac卡、虚拟信用卡都不支持 这让很多用习惯的API接口的小伙伴直呼受不了啊 那么今天这一视频就教大家一个方法 如何用国内信用卡充值OpenAI的API接口 那你可以长期用API调用ChatGPT 而且呢,这个是官方提供的渠道 合理使用,长期稳定,不封号 如果你喜欢今天这个话题,麻烦动动你的小手战一战 那在开始之前,我先来解释一下原理是什么 我们是要借助微软爱作这个云平台 微软和OpenAI的关系我们应该都清楚 微软已经把很多OpenAI的应用 揭露到它自家的产品当中 比如说Windows 11,Office的办公软件 那同样的,微软也把OpenAI的API接口 揭露到了AVR的云服务 也就是爱者这个平台 所以呢,我们可以在爱者这个云平台里面 去申请OpenAI的API接口 然后呢,微软爱者这个云平台 它是支持国内信用卡付费的 通过这样一系列组合 我们就可以在微软爱者这个云平台里面 去申请API接口 并且使用国内信用卡去付费 来满足我们的一个使用需求 并且微软爱者这个云平台 它给每个新账号 提供了200美金的一个适用额度 所以前期使用它 我们基本上也是不需要付费的 那接下来我来演示一下 怎么样通过微软爱者这个云平台 去申请OpenAI的API接口 好,那首先我们来到微软云平台 OpenAI的API接口这个界面 我们在这边就可以申请这个API接口 第一步做的话 我们是要去申请一个微软的账号 你可以按照流程自己去申请一下 然后申请完成以后 我们还要绑定一下国内信用卡 也就是验证一下信用卡之后 那才可以去申请CIN的 这个微软云平台里面的一系列服务 我这边账号已经注册成功了 我们可以在这个微软账户里面 去管理自己的信用卡 如果是信用户 那你就在这里去绑定自己的信用卡 这边会有一个付款选项 然后添加新的付款方式 把你的信用卡信息录录进去之后 那就可以绑定 那完成这两个步骤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到这个 OpenAI的API申请界面 这里我再强调一点 目前微软云平台这个OpenAI是拜服服务 它只支持以企业的身份去申请 所以我们去申请这个服务 必须要准备一个企业邮箱 但是它的审核不会特别严格 只要你有企业邮箱就可以 不是说一定要法轮去申请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演示一下 我们点击这个申请 好 就会来到这样一个申请界面 也就是一个表单界面 这个名字你如实填写 填写你国内的名字就OK了 然后你需要多少个ID 123都是OK的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第四项是比较重要的 它是需要你提供一个 爱者的订阅ID 那这个订阅ID 我们要来到微软的这个管理面板 然后在这个搜索框里面去搜索订阅 点到这个订阅的服务 如果你这边有线程的订阅 那我们只要把这个订阅ID 复制一下就好了 如果没有 你可以在左上角点击这个添加 创建一个新的订阅 完事以后把这个订阅ID复制一下 复制好 粘贴到这个栏目里面去 然后是第五项 第五项是一定要填写企业邮箱 这个特别重要 如果像是Gmail邮箱 或者QQ邮箱 它是审核不通过的 然后下面这些信息 公司名字 街道地址 你就如实填写 把公司的信息给它填写进去 就OK了 到第21项 它是选择你要在哪个区域 这几个项都是可以选的 我自己选择的是美国东部 然后第22项 它是让我们选择申请的一个服务类型 你可以这两项都申请 也可以只申请一项 第一项就是这个缺带GPD对话模型 那第二项的话是文本转图像的一个AI大模型 你想要的话也可以去申请 OK 这些都如实填写 好 那没有问题之后 你就点击提交 一般的话可能是半天到两天之内 它就会审核通过 这里面比较重要的事项 第一个就是一定要有企业邮箱 然后第二点的话是订阅ID 也就是刚才这个表单里面的第四项 这两个数字一定不要填错 这个是关系到后面的使用 审核通过以后 你会在你的企业邮箱里面 收到相应的一个通知 那完事以后 你就可以来到 Azure云平台的这个管理面板 然后我们就可以在微软这个云平台里面 去创建OpenAI的服务 去获取密钥 然后来部署我们自己的应用 我们点击这个Azure OpenAI 第一次的话 你就点击左三角这个创建 我们去创建一个OpenAI的服务 那我们就来到这个创建界面 这个就选择 刚才跟你的订阅ID对应的名称就OK了 资源组的话 如果是第一次你就新建 有的话你就选择信存的 名称的话 必须是要一个唯一的名称 不能跟你现有的服务里面有重名的 这个是必须要一个唯一的 稍微注意一下 然后定价层 你就选择这个 OK 然后点击下一步 下一步 这个选项可以不填 部署成功以后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列表页里面 找到这样一个服务 然后我们点击进去 再点击一下这个部署 我们要在这个部署里面选择模型 才可以正式调用API 我这边已经新建了一个部署 如果你是第一次使用 你就点击这个新建部署 然后选择模型 模型的话 我们就选择这个GTB3.5Triple 点击这个模型 部署名比较重要 这个你要记住 待会在创建应用的时候要用到 那我这里已经是部署成功的 我们直接来演示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可以到客户端里面 去调用API Survival了 这里我用到的一个客户端应用是AMA 它也是一个缺带GT的一个对话工具 在我前面的视频里面也有讲到 它是支持这个直接跟OpenAI交互 它也支持用微软的这个OpenAI接口服务 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电脑端去下载 苹果手机 安卓 Windows的跟Mac电脑 不同的客户端都有 我现在用苹果电脑演示 那下载完成以后 我们点击设置 就会来到这个界面 你可以直接用OpenAI的key 也可以 也可以用Azure的OpenAI 就是刚才我们申请的 好 那这里有几个信息要填 name ID以及密钥 还有这个版本号 版本号的话 我们就默认2023-015-15 填写这个就OK了 然后这三个我们去获取一下 第一项我们是要复制这个 就是刚才我们在Azure平台创建的 这个OpenAI的这个服务名称 给它填解进去 然后第二项的话 是刚刚我们在这个模型里面 部署名 我们把这个部署名也复制一下 然后密钥的话 是在这里 就是在这个OpenAI survival里面 这个密钥 我们把密钥1复制一下 给它粘贴 我们点击一下更新 测试一下能不能连通 OK update 已经更新成功了 那这个时候代表 我们整个环节都已经布置成功了 我们来测试一下 我问他你是有OpenAI开发的吗 他说是的 我是有AMI开发 然后基于GDP 3.5 Trabble模型 包括他也介绍了一下 OpenAI这家公司 整个回答的速度也非常的快 那支持整个生成流程 跟配置流程 就已经结束了 我们已经成功通过 Azure这个群平台 申请到OpenAI的API接口服务 然后并且把它配置到 这个AMA这个聊天工具里面去 也就是后续 我可以通过这个聊天工具 跟去的GPD进行对话 那这个是在电脑里面使用 在手机里面使用也是一样的 我们只要下载手机客户端 然后在设置里面 找到Azure.openAI 这也是要填这几项参数 这个name ID密钥 以及这个版本号 我们把这几项给它填进去 那就可以在电脑和手机里面 愉快地使用了 好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感谢观看 如果你喜欢今天这些视频 如果今天这期视频 对你有一点点帮助 请点赞 及订阅我的频道 你的支持对我很重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